直接选择 現在呢 你也可以準備好動畫對不對 好 這個 要不要偵測 還是要偵測 但是呢 這個我先丟出來外面 因為我在這邊 我想要加上邏輯判斷 如果怎樣 就顯示怎樣 否則 有沒有 好 這樣就好了 現在呢 條件一樣在這裡 在這邊 那我放一個 有沒有 我們積木可以放這裡 對不對 好 那 你的做的動畫內容 就不是它啦 這個就丟掉啦 假設我不做動畫啦 很單純 我們先做開關就好 開關就好 如果說 我偵測到的光明 在這裡 光明 光明 偵測到的這個光明 它如果大於等於0.5 數學式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 其實也可以借用別人的 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數字 沒有 剛好沒有齁 來 拉近啦 不要忘記 這邊沒有轉換過 所以就是0到1之間齁 如果我是0.5的話 大於等於0.5 我就顯示這個效果 如果呢 小於它 我們就不要用它換一個 5萬的放進來 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窘子嘛 對不對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呢 我現在執行一下 我們來看這裡 現在 這個是LVD的狀態 對不對 那我的光明在這裡 好 執行一下 現在是效果 表示什麼 是不是大於0.5 這個 翻過來 有沒有就窘了 這樣會了吧 對不對 你用這樣也可以做開關啊 這也OK 這樣了解齁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玩的東西 事實上也蠻多的 就是你要去想一下 你有這些原件 我怎麼樣去做變化 好 嗯